你叫我 如果這次收不到地的話 我會血本無歸 我們答應柳澤成處理這件事 即是跟陳馬輝對著幹 一定要小心處理 究竟你是薇姨 還是那個叫令雲的女人? 是因為你殺的, 你不說的 我明天去接你車, 後來有你的公事 只要你說真相給我為止 你決定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他 我要用我的身分, 勸他離開香港 我想帶你去一個地方 去哪裡? 你不是要跟我說薇姨怎麼死的嗎? 你帶我來這裡幹什麼? 你怎麼回事呢? 我在這裡出生和長大 我爸爸死得早 我媽媽帶著我和兩個弟弟妹 住在這個二百尺不足的地方 吃東西吧 來, 乾杯, 媽 乾杯, 乾杯, 我們很窮 媽媽每天要打幾份工賺錢養我們 如剛出糧那天, 我們幾姊妹才有肉吃 雖然窮, 但我們覺得很開心 乾杯, 我們住的環境很複雜 我剛剛讀大學的時候 放了學還要幫忙擺檔賺錢 因為這樣, 我認識了你薇姨 我原本很膽膽怕事 不知為何, 看見你薇姨被那些鼓滑仔攪 我想都不想, 推著駕駛滾的車就撞到你 媽媽, 走啊 他也沒有出來了 我看見你薇姨聞聞, 你也很大膽 我們說一起擺盤, 也算是自己人 我怎麼可以看穿被人欺負 經過這件事, 我和阿薇成為好姐妹 我負責看賬, 她負責幫果商取貨 很快我們就有了自己的店 可惜好景不常 我弟弟阿蓮為了賺錢 跟著那個黑社會的老大祖哥 你看 弟弟, 哪裡來賺錢 為了跟祖哥說錢嘛 媽媽, 我們很快就可以住大房子了 弟弟, 不如你跟祖哥說 說我的掃口很精, 可以幫他忙的 好 弟弟, 他的人惹不過 你跟他說你不做吧 姐姐, 你別生人不生膽吧 跟著祖哥說什麼不好 警察也幾句三分 我們跟著他, 以後不會再被人搞的了 有一次弟弟替祖哥散貨 誰知被警察發現, 批貨沒了 祖哥說他吃甲棍, 說要買起他 幸好他未及時出現, 救了我們兩個 不過他就被人捉了 我打算找祖哥求成放過你薇姨 誰知這個壞人…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 我不想的 阿祖有錯在先, 怪不得人 你有沒有管幾個鞋子? 如果我的人, 你跟誰的? 我沒有跟大哥的 今天可以當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出了這個門口, 以後就是我的人 我手上送了一批貨, 限你一個月之內散掉 搞不定我, 搞不定你家 我跟阿薇都很清楚 我們一旦踩進這個世界 就不可能回頭 後來我的黑道生意越做越大 我剛才吩咐你們的事, 清楚了嗎? 清楚了… 易先生, 跟美國那邊聯絡得如何? 已經七七八八了 零浩 今天跟美國黑手黨合作的事 由我作主, 你不要插手 這間爭議是我接的 你憑什麼作主? 開槍? 我看看你能不能出這個門口 好, 你想搶吧 那就要打一個才知道誰夠資格 集團裡面是講背分 不想被人控制, 就要做最大的一個 不夠人打, 就只有死路一條 我不想知道你有多厲害 不想知道你怎樣才能當老頭 我只想知道薇姨是怎樣死的 進行這行, 受殺就無可避免 你沒事吧? 沒事 後來薇姨跟我說 她厭倦了打打殺殺的生活 我給她對效火線重新生活 不過也從此改變了我和她的命運 可惜我樹敵太多 兩年之後終於重伏 我躲在大嶼山裡養傷 當時謠言滿天飛 正當幫會被人趕盡殺絕的時候 最後, 我再次見到阿薇 原來兩年前, 她偷偷地瞞著我 叫易先生安排她去改獄 目的就是為了在必要的時候 做我替身, 保住我的命 阿薇 阿薇, 為何你要這樣做? 阿薇, 我們一天是姊妹, 一輩子都是姊妹 你的事, 只是我的事 外面的哥哥都以為我是你 他們不敢亂來 就在我養傷的時候 我下起後做了一個男人 小心, 你沒事吧? 沒事, 我扶你起床吧 好, 謝謝 她從來沒有問過我的過去 和她一起的日子 是我這輩子最開心, 最無憂無慮 沒多久之後, 我還懷孕了她的寶寶 你怎麼想? 我以為可以做回一個普通的女人 和自己喜歡的人在一起 可惜這些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你要撐住, 我不可以死的 答應我 如果你決定在集團上罷了事的話 一定要放棄我們的兒子 如果有人知道你們的關係的話 一定會拿他們來威脅你 你不要死, 我不准你死 我不想她兒子像我那樣, 答應我 我答應你, 我不留在我身邊 我答應你 我已經失去了最深愛的男人 不想再見到最親的人死 我答應他 一定會把我們的兒子送走 我可以 媽媽對不起, 救命 媽媽你搶大 你以後大哥要聽美威話, 知道嗎 你放心吧, 我會當你親生兒子一樣 那平安所, 以後你的生日假 我希望你能跟他說 不要罷了 什麼事? 戴車腳出事了 什麼事? 阿杰, 今次糟糕了 大七全家被人炸死了 大七全家被人炸死關於什麼事? 你還記得那天那個婆婆嗎? 原來她是大七的媽媽 警方現在還在現場找到兩個孩子的屍體 初步懷疑是黑幫受殺 不用受, 一定是令熊做的 是吧, 想不到人這麼陰森, 殺人全家 你卑鄙到炸死了大七全家 你聽我解釋 你不用說 剛才你的故事也挺動聽, 挺好聽 還敢賣我的天生天 但是從現在開始 無論你說什麼也好, 我也不會相信 你看夠了嗎?令熊 你別以為我的故事就可以哄到我 我不會相信你的 以後你繼續做你的霸主 我不用管你 我也不會讓你操縱我的生活 這麼生氣?先吃薄餅吧 我吃你的頭, 我跟你說 你別再跟著我, 我不想再見到你 這麼巧我也是 不過這樣, 你留意了 我只是接命令保護你而已 不然第一個對你不利的人 一定是我 是啊, 我真的很害怕 你還要馬上回去跟老闆說 我不用人家保護, 我自己可以保護自己 我真的很有信心 不過如果沒有我保護你 你早就被人埋了 你可憐了 就算我橫屍街頭也不用你管 我不會跟令熊車廂任何關係 你別再做一無聊的事 大堂龜你也是的 白鞋這麼外露 都是裝在阿冠家裡的針孔鏡頭最好用 這麼耐廉 藥堂一吵嗎? 沒事 什麼沒事?做到拆天蓋 幹什麼?說來聽聽 我從來…從來沒見過一個人這麼煩 整天都看著你 是這樣的吧? 是女人都是這樣的 全部女人都是這樣的, 尤其是他 我一向跟你說寬長無真愛 你自己整個天陽有情地殺出來 他肯定夾著你不放了 不過話說回來, 他這頂女人很可憐 推銷服務嘛 心靈一定是空虛, 對吧? 難得你真的喜歡別人 你對人比較好, 你就不出聲 我不是玩了, 你就不… 大話官, 還錢吧 你又輸球欠人錢? 是呀, 我這次欠八個 這麼多? 是呀, 拿著一點點來頂住檔 我來不了 現在是這樣的嗎? 現在是淋火水 這麼快? 怎麼辦? 爬下去吧 爬下去? 那你留在這裡, 等我吧 快點 你看, 腳軟吧 下兩步, 腳軟 快點 怎麼會? 來…先休息一下 走… 關你什麼事 早就知道你禽水強下來的 阿千 當然了, 過兩天行不行? 過兩天 打夠了 別嫁了 佳婦 我幫你剩下的 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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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救我 怎麼?阿虎, 沒事吧? 你不是說我懂得保護自己嗎? 你很煩, 你可不可以再跟著我? 你怎麼回事? 答案是你誰? 熟手 不熟 熟手 對了, 先按著, 回去再給你止血 你不是這樣學會吧? 沒錢還帶人來, 還回家 穿草吧 那再去哪裡才行? 找我吧? 要查陳萬輝收地的村子 我們最好就是用行山人士的身分 適合, 順便可以拍一下拖 一個這麼舊的貨櫃牆 門口都安裝了這麼多部閉路電視 我也有同感 看來我們要找個機會進去查一下 走了這麼久, 去前面喝杯 吃東西 兩位, 坐…看看吃什麼 有餐牌嗎?謝謝 我們這樣的士多仔, 哪有餐牌? 來來去去都是那些小腸 午餐肉、公仔麵 不過最有名的就是 雷沙湯圓和山水豆腐花 要不要嘗嘗? 好, 我要一碗熱的豆腐花 謝謝兩碗 坐很快 謝謝 你記得嗎? 以前拍拖的時候 你經常載我去吃豆腐花嗎? 記得 你還要加大量的黃香和薑汁 很奇怪 不過吃著吃著, 挺好吃的 我口味不奇怪 就不會選你了 豆花到 謝謝 嘗嘗… 雖然今天我們查到什麼 但挺好, 可以來這裡親親大自然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將來我們可以在家裡 每天吃豆腐花, 還有士多啤梨 你怕悶的可以三分幾個 三分幾個想到這麼長遠? 已經短了 我最想我們可以百年好合 兒孫滿堂, 開癡心… 行了… 太肉麻, 老闆娘會趴我們走的 這個地方看起來的確挺可疑 不過跟柳澤成陳萬輝的 收地九分有沒有關係 你還要再查一下? 本來我也是這麼想 不過那天你叫Wiki收地的事情 如果我再把腳趕過去 好像不太好 你不用管, 你照做, 其他我處理 你最重要就是要小心陳萬輝 知道, 媽媽 好 易先生 我已經查過 戴七的死並不是同盟裡的人做 至於是什麼人主事, 我還在查 好 我們卑鄙堂炸死了戴七全家 你聽過解釋 你不用說 但由現在開始 無論你說什麼都 我都不會相信 媽媽 媽媽 沒事吧? 沒事 這麼大的場面 我都沒見過你這樣的樣子 是不是有什麼事? 要不要幫忙? 有點累 那我今晚叫傭人 煮個蓮子百合糖水給你喝好不好? 讓你好睡點 我真的有福氣 有一個能夠幫忙 有孝順的兒子在我身邊 那你是我媽媽 我不孝順你, 孝順誰? 阿Kent 你有沒有怪過你父母遺棄你? 其實我沒想過要怪誰 反而我覺得天空很公平 當你失去了一件事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另一件事 肯夠叫你一聲媽媽 我這一生已經無憾 我一生人做得最適合的決定 還是收養了你 你看我一聲疲累 馬上有連接下合糖水喝 我只是學古裝片 不成功的話 你今晚再補上熱鮮奶吧 好… 我們上穴糟了 我走 進去 好, 是有空 我兒子 沒想到你爸爸 不想哭你媽 anos 你朋友嗎? 媽, 他就是阿傑 阿杰, 在台灣多虧他照顧我 他有事來香港 就想跟我一起住幾天 好, 坐… 我剛剛很想念你 想念我多點回來 阿杰, 在這裡住幾天都不要緊 阿冠經常提起你 你台灣那邊真麻煩你 不麻煩, 有他陪我讀書不知多開心 臭小子, 不是外面欠人債 早早回來避免嗎? 經常叫你正正經經找工作 是公俗的 幹什麼?兒子好人不回來 一回來罵他 對了, 媽, 你也知道我做運輸的 難道要打胎穿西裝才叫正經嗎? 什麼?找到我找人死了 整天只顧著一招發達 好可不可害不得騙人 遲早累死你 有其父有其子 一人小句吧 對了, 當年我因為騙人 才弄得要著草帶你去台灣 差點還害死你媽媽 自戰之後, 我發誓以後都不走這條路 才保得住我們一家三口 讓你這個臭小子還傻傻 還要投進去 沒辦法, 有得選嗎? 什麼沒得選?事作人為而已 你肯放棄就行了 有什麼重要比一家人還要? 清茶淡飯, 開開心心 豈不是一樣不斷說? 你我說多少次才明白 我不趁年輕的賺點, 多賺點錢 難道就像你那樣嗎? 抱著這個事多, 打算過世嗎? 世伯, 你也挺厲害的 可以為家裡改變這麼多 李昔爺, 我這世人 沒什麼值得自豪 最值得自豪就是這件事 不用這麼拆鞋, 他不會趕你走 你這個臭小子 行了…不要吵 媽媽, 你多煮一些 鹹魚頭豆腐湯給爸爸喝吧 幾十歲人還這麼好火 鹹魚頭豆腐湯就沒有了 冬瓜湯也用得了 我有一筆給你們, 不要吵了 喝冬瓜湯, 肥仔, 不要動我 有些人在外面露營 露營? 你在這裡幹什麼?這裡不可以露營 你去我的士多門口又窄到營 阻礙我做生意 我知道 你女兒這麼厲害, 終於進來 你更少, 趕快替我殺掉她 行 因為我趕不及準備乾糧 這裡又接近士多, 方便嘛 這裡就是今天的營地錢 通融一下吧 行, 沒問題 臭小子, 我還沒說行 老爸, 你想想吧 無緣無故怎麼會有人在這裡責刑呢 她是女兒, 罵了膠手來酷露營 你幫幫人吧 酷露營, 走吧, 回去吧, 來… 走開, 你想去碟嗎? 你顧著我嗎? 我求你不要吊香果汁, 行不行嗎? 是呀, 你不是真的打算在這裡住嗎? 我裡面的房間是有冷氣的 八百元吧? 好啊 不行 兩個人是床頭打架床尾王 你這臭小子是不是真錢開眼? 我這麼少 聽到沒有? 是呀 如果你讓我進去住, 我馬上搬出九龍 你又得我, 被那些大洋洞砍死我 不要碰我了 中叔… 怎麼了?找我爸爸嗎? 有間地產公司派人來 叫村民去開會, 說要收地 你爸爸很緊張這條村的事 快點叫他過去吧 村長, 各位村民 其實大家住的地方 真的很有發展潛力 所以公司才會一再派我來 帶著無比的誠意 希望大家能夠接受這個方案 讓大家可以安居樂業之餘 還可以分享到未來發展的成果 大家說好不好? 你不用浪費口水了 這條村是我們的家園 我們是不會賣的, 是嗎? 是呀… 大家冷靜點 為了表示我們公司的誠意 我們決定在原來的收購價上 再加百分之二十 而且確保在施工期間 頗善安排大家的住宿問題 大家下空嗎? 不用說了, 他們是不會賣的 無論如何都不賣 聽到沒有? 太低了… 這麼堅決, 是不是這麼難搞嗎? 我不相信這個世界 有誰會延戰聲, 爸爸 收地價多加五十% 之後每戶可以市價五十% 買回單位 好…這樣少收拾了很多 爸爸, 小財不出大財務 這一塊地的地價 將來起碼升級要開 至於單位質素 有大有小好參差而已 不一定要給他們好東西吧? 好消息 現在在原來的收購價上 再加百分之五十 之後每戶還可以以市價五折 回購回單位 爸爸, 值得 每戶分多一千萬 將來買收送五折 我不是說錢嗎? 重此一句都說了 我這裡的村民 全部都是這裡出生, 這裡大 這條村子是我們的集體回憶 總之我們不會賣的 你省一口氣吧, 站住 站住… 這條怎麼會有兒子?真麻煩 敬酒不喝喝罰酒 沒有人怕死的, 爸爸 一槍打出頭鳥 害他雞無鴨血 我不信村民不賣 就是了 爸爸, 剛才你真是威猛 空到那兩個地產佬都收皮了 真的有以前出來走的風采嗎? 不用說, 只是壞事 當年我對著一百幾十人 從柴灣砍的大角咀還沒怕過 爸爸, 一百幾十人已經跨了 還要過海 只是比喻 不過這些事千萬不要學 現在出來做人 最重要是走得正、站得正 問心無愧, 收到嗎? 收到了, 入腦了 好 多久沒見過你們兩個爺爺這麼好談 今晚就去砍尿 好 不對勁, 兄弟 快帶西白白木去走 爸爸, 媽, 跟我來 走… 爸爸, 幹什麼? 看著媽媽 回來 兄弟, 連累了你 做兄弟是不是說什麼? 不要… 莊敏 不要… 不要… 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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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回答我呢? 你真帥,簡直帥到好朋友了 謝謝姐姐 馬上被人打,不用審問 那些傢伙一定是地產佬派來的 那怎麼辦? 算了,那些人一天收不到地 一天都不死心 今天有一次,吃了下次 糟了,都是跟村民開會 組織自衛隊自保好過 糟了,老爸,與其硬撼 不如開高點個價 看地產佬最盡可以賠多少 更好 那些傢伙交易住了幾十年 怎麼知道要搬出去 經常顧著說錢,不要上升 給點意見,不用冒血性吧? 別跟你老爸吵了 其實她的心華很疼愛你 過兩天她生日了 記得回來和你吃飯吧 我記得有沒有用 她也不想見到我 她也不知多想和你吃生日飯 每年生日都買了一瓶XO 想和你爬兩杯聊聊天 怎麼才是每年都等不到你 她不就自己裝開心 自己懶得自己懶得醉 好,好,那過兩天她生日 我就早就躲在這裡 讓她餓通宵 那就口順了 有沒有人?收錢嗎? 老婆,讓我來吧 是你?多少錢? 我只是跟你說錢,我幫你付,收回它 這麼大方?想怎麼樣? 沒有,剛才你救了我們 我也忘了謝謝你 謝謝我? 那你要請我吃足一輩子飯了 因為你一天沒死,有危險 我都會自身相去保護你 沒所謂,不過有件事想問你 剛才那群人是不是地產商牌? 我怎麼知道?我都沒興趣知道 我只知道總之有我在 你什麼都不用怕 你怎麼會不知道? 你知道那群人這麼兇殺惡殺 萬一他們再來這裡,一定會搞出人命 你知道的 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要保護你 總之一天有我在,你什麼都不用怕 怎麼了?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我的工作跟康丹一樣很簡單 只看著你,其他東西我什麼都不知道 好嗎? 他究竟是什麼人? 地球人,什麼人? 你不用耍我了 我出來泡這麼多年 從來沒見過一隻這麼好打的雞 這麼好打就不用做雞 做雞就不用這麼好打 工作跟好打,沒關係吧 我的智商雖然是少,但也有 你失驚無神在台灣帶著這麼多美金回來 然後叫我幫你調查那些什麼禦虎幫 戴七那些 跟著就殺了一隻母雞出來保護你 做兄弟,你還打算瞞我瞞到什麼時候? 你不讓他為興趣而做的嗎? 那為什麼我打去台灣找到薇姨 他的電話長響沒人聽? 你再不說 我就叫我台灣的朋友過去找他 問清楚什麼事? 以後都沒人找到薇姨了 因為他被人殺了 兩位,這裡是私人地方,麻煩你離開 我是環保署高級環境保護督察 我姓魏,這位是我助手 我們接到投訴 懷疑你們的貨櫃場 違反廢物處置條例 我們沒有非法談到廢物 怎麼會違反廢物處置條例呢? 但我們收到投訴 你們的貨櫃裡面 有非法入口化學廢料 根據廢物處置條例 任何人事從事收集、儲存、處置 或進出口化學廢物 一定要向環保署申請 請問你們的負責人在這裡嗎? 你們兩個等等 我叫人帶你們進去 謝謝 有什麼幫助兩位? 我們想檢查一下 你們的貨櫃場的貨櫃 有沒有非法進口化學廢料 有沒有相關文件 麻煩你讓我們看看 等等 好, 小心 好, 小心 我發現到好像有點古怪 最快,那負責任隨時會回來 等等,特長好 你要的文件 謝謝 沒事 謝謝 可以的 謝謝你 你的同事去哪裡? 他還放在廁所 小姐, 我想看看你出職員證 如果有什麼疑問 可以打上面這個電話 我會直接打到環保處問 好, 搞定了嗎? 怎麼吃錯了什麼? 我又要去看醫生 可以了, 我檢查了 文件沒問題, 謝謝 走了嗎? 走吧, 叫了你了 別吃那些浪漫的遊廳 誰知道, 不行, 普通 一個這麼普通的地方 竟然要派保安的守住 又要拍卡, 還要輸入密碼 沒有警告你信不信 有這麼多人走著 想進去也挺難 Ricky的車 跟整輛車駕駛進士多道 我看勝大那條搞死棍 還敢不敢阻礙頭, 生人霸死地 停車, 我叫你停車 加料 好, 還有燒… 這麼開心, 不如開罐鮑魚吧 好… 不用了 我還煮了雷沙湯圓, 大家嘗嘗 幹什麼? 他幹什麼? 他… 有東西嗎?我來 看看, 趕快給我來 要什麼?小龍 檸檬橙, 麻煩你 你給我一栋子 快點, 快點 真是 走 怎麼樣?你沒事嗎? 沒事 怎麼回事? 你怎麼搞的?你怎麼開車的? 沒事吧? 怎麼了? 我認得你, 你是令氏集團的人 你們有沒有人性? 為什麼?忠叔不讓你收納地 你不用出賣你這麼瘋狂的招數吧? 差點撞死那個年輕人 你冷靜點, 事情與令氏無關 我看到泥頭車失控 我衝上去殺停車 泥頭車怎麼會失控?司機呢? 司機太害怕, 跳車走了 你這種謊話果出, 你全都是人渣 事實就是這樣, 你不信我也沒辦法 你別走, 你撞爛一點 我先拿回去 你做什麼事? 你的時間教得挺適合的 整個泥頭車撞進來 你剛去洗手間, 你有預知能力嗎? 你說什麼?我什麼都不知道 神經病 你沒事吧?認不認得那條是什麼樣子? 原來你在這裡礙頭礙事 收地的事情媽媽看得很緊 有什麼差池的, 你和我都不起來 怕什麼不起來?還是怕我搶光你的功勞? 對的 大姑媽把整個項目都交給我處理 你看不過也應該的 收地有很多方法 如果這麼魯莽的, 只會懂得其反而已 你以為你是誰? 我用你教我工作? 你聽不聽也好 不過希望你顧全大局 不是這麼幸運, 我每次都這麼巧經過 只是那些監控系統 我們覺得這個地方不簡單 我查過了, 這個地方是由一個叫喪彪的人開 如果有需要, 我可以埋他新肚子 那收地的事, 會不會和他有關? 也不出奇 不過陳萬輝是這條村的土皇帝 任何一切非法的勾當 都要他批准 突然間不和柳澤成一起收地 難道和這個地方有關? 你們倆繼續查一下 知道了, 媽 媽媽, 雖然我們這次幫了柳澤成 但是他將來未必會幫我們 但是起碼他不會找藉口 故意再刁難我們的令氏 我們幫了柳澤成就即是得罪陳萬輝 將來令氏集團要在新界西發展 會比現在更困難 等等 等等, 令小姐, 柳議員想找你 柳議員 令小姐, 有件事想找你幫忙 什麼事? 過兩天陳萬輝會在村裡交盤財營 慶祝他成功練任 看你會不會興趣和我去喝一會 柳議員是想我和你們談公事 還是喝一會陳萬輝? 柳議員 果然心碎晴 希望陳萬輝到時候見到你會知道害怕 肯乖乖走犯 好, 到時見 媽媽, 坐下, 小心 Ricky呢? 我就是這樣了 一早上來就是專程投入, 廢棟忘餐 是, 男人要以事業為重 但你也要吃飽, 肚子才有氣力做事 Koey, 叫表哥來吃飯 知道 表哥 是 Ricky, 大家過來吃飯 媽媽 不好意思 別說太多了, 一起去吃飯 吃飯… Kent呢? 不用等他了嗎? 對不起 阿熊, 阿Kent去哪裡了? 阿熊, 到時吃飯都還沒回來 這麼沒交代 媽媽, 他有些公事要處理 他不回來吃了 煩煩都要你, 哪有空回來吃飯 我想也是因為其他人做不來 所以Kent才出手 最糟糕是月光願望他阻礙我做事 他阻礙你什麼?乖乖 阿熊 阿熊, 為什麼Kent現在變得這麼沒來 踏煞? 你有時間教一下他才行 行嗎?吃飯不要說公事 到底什麼事?告訴我媽媽 剛才我去新介西那裡收地 本來好地地 誰知道Kent跑出來佼佼鎮 快地收不到, 還差點被人高 好, 我真是多虧他不少 那個Kent為什麼這樣? 大家一家人, 做事這樣也可以嗎? 那個項目明明是阿姐 被Ricky跟著的 現在這樣插著腳過來 什麼意思? 為什麼你們不說 剛才你們怎麼收地? 圍村收地, 有反對的聲音是必然的 難道你們以為人家用白人大招 抬你們入村, 然後送地給你們? 一言不合就打人 人家不肯就範 還拿泥頭車剷進人家的房子 幸好Kent及時殺停車 否則隨時搞壞人命 果然苦苦無犬子 Ricky, 你做事真夠狠 始祝你爸爸 懂什麼?做生事一定要果斷 果斷和武斷 你這麼大的人都不懂得分嗎? Ricky, 你要記住 你現在做每一件事 都是代表我們令氏的 令氏之所有的今天真是得來不易 以我們現時的財力物力 你想不到更好的方法去處理嗎? 大姑媽, 經一事掌一致 Ricky知道下次怎麼做了 是呀… 都說吃飯不要說公事了 吃飯吧, 菜都冷了 好, 今天這條魚好像蒸得挺漂亮 殘忍之親相 你這樣… 你不要這樣, 你這樣吃就會怕嗎? 你這樣… 怎樣吃? 好吃 加油… 加油… 對不起 小飯, 你挺厲害的 你為鄉…為鄉共 怎麼說為鄉共? 處之條例 廢物處之條例 我們有移動 今天開不開嗎? 開不開了 想走? 別招待我, 憶力會心底掙扎 我共你換文誓那需要一句對白 就如伯就如七黑緊靠也對立